课程初期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学习类似于CAD软件的快速建模方式 如果你有CAD基础就更好不过了 可以轻松度过前期学习阶段 然后呢我们还要学习一门渲染软件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想得到更好的发展 想去各种待遇很好的公司 你如果会渲染是会很加分的哦 接着我们开始初步接触参数化 也是每期学生最感兴趣的地方 他们的评价是太过瘾了 没事再玩玩渲染 每天的时间都很充实又满足 享受着学习知识的快感 这个是第四节课的学习内容 初期做不了太难的 先学一点基础小案例 接着简单渲染一下 渲染效果会随着课程的推进 慢慢提升 接着学习 一些常见的生产知识 开胡找 产编什么的 这种东西常规软件可能挺麻烦 但是对我们灵溪学员来说 就跟打游戏一样轻松 因为常规软件本身是一定局限性 一些重复麻烦的操作 来限制我们的效率 但是灵溪学员不一样 我们专门根据学员需求开发工具 在这里有一个整天给你们开发工具的主讲老师 这个是第十三节课的案例 这个时候常用工具已经熟练 我们稍微增加一点难度 来锻炼一下综合能力 慢慢地开始逐步进阶纯参数化建模课程 还有一堆超棒的花纹系列工具套装 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我头像关注一下查看更多细节视频 中后期我们开始学习多边形建模 就像捏橡皮泥一样 非常好玩 这里的老师会给你们开发不断进化的各种工具 课程更是详细到编程层面的功能讲解 在这里 不用担心自己学不到东西 全程干货 你只需要担心自己能学到多少 快来加入灵溪学员吧 我在群里等你哦 就可以 进 再 感谢观看